電腦寫 code 很多人會覺得是一件很死板的東西 是一件很機械式的東西 寫 code 這個過程不可能可以創造出一些東西 當我認識到氣院之後 我才發現 coding 或者寫一些代碼的時候 都可以創造出自己的藝術作品 這個過程不可能會創造出一些學生的學生 學生的學生在香港的眼睛 我教了他們基本的HTML code 這個過程是幫助學生感到創造出一些創造的 和表現他們的想法用電腦的計劃 最重要的部分是用了拘捷的體驗使用紋 所以我們正在創造紋的模式 我們也在合作與Chad 組合作 製作學生的文章 這次Chad 扮演一個很獨特的角色 從了解藝術家的概念開始 到找到同學和老師 之後更加找到紡織業界的一些設計師、工程師 和我們的紡織團隊一起合作 和我們將這件事變成一個實物 現在更加可以在我們的Chad Shop 買得回 讓一般的公眾都感受到這個過程 構成一個很獨特的網絡 在展覽和工作坊上 為《 interweaving Poetic Code》 我相信是在自分補充社群的自分補充 透過創造的工作 這項文章是很美麗的 是獨特去講出來的 因為他們使用的文章 為了他們寫寫文章 在一個比較尖寫文章 所以他們是用作寫文章 寫文章的文章 寫文章或書寫文章 然後用文章的文章 方法展示,藝術不只是看而已,也只是聽 而Coding就是一個起點,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當我考慮藝術和活動 我並不考慮大廈的影響 我真的考慮了人類的社會 和我們可以跟他們有的關係 這個工作坊教我怎樣用HTML去寫一些詞 我可以用一些文字符號,例如括號,聲號,加號 或者一些斜線去做自己喜歡的圖案 藝術家是一種可以創造不同語言的人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藝術品間接地領會他想表達的內容 可能是很冰冷的事情,在寫著詞 或者在做一些重複性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一樣冰冷的東西 變成一樣有創意、有溫度的東西 不是有創意嗎? 有創意嗎? 有創意嗎? 還是有創意嗎? 是有創意嗎? 就是讓我們高度 особ承認 還有一段時間的叫聲 創意嗎? 其實不是不是用漢的? 是不是對